现在的国民党 从昨天这证件发表会 辩论会之后呢 大家就看到了 现在的标题直接下出来 有没有所谓的猪张情结 甚至呢罗友志说 看不到四位候选人 停出赢的策略 苏焕志说猪很危险张很新鲜 江卓已经被边缘化了 确实是这样子 首先第一个 因为我是新党 所以我们不太好去介入 有党党主席的事情 就我们也不能够去公开说 支持谁或者是反对谁 那不过评论还是可以 不过再来是因为 像我们也没有投票权了 实际上这一次的国民党 主席的选举 很大部分原因是 大多数我们在看热闹的 或者是我们有表态支持的 但其实都不是 真正具有投票权的人 所以可能会出现民调很高 然而实际上的投票 却不见得是符合民调的 结果的状况 好那么再来一个呢 是可以评论的是 这次确实张小宗老师呢 算是途异军途起的黑马 因为过往大家总认为说 希望比较高的 应该是朱立伦跟江启臣嘛 后来张老师这个后来居上 那确实因为他的 不论是论述啦 或者是他的宣传跟这个 渲染能力都非常的强 而且是感战强而有力 所以也会让许多 本来就获得很多深蓝的支持者 深蓝的人也会认为说 那江主席跟朱主席 过去也都做过了 所以不如也可以换人做看看 这是支持张老师的讲法 那么比较反对张老师的人呢 则认为说张老师 当然学术论据都非常的厉害 然后面对的是明年的关键大选 还是要有一些组织的能力 掌握地方派系的能力 募款或者是整个调和顶乃的能力 那么张老师在这块可能略为欠缺 好 那另外呢可以再评论的是 张老师的参选确实对整个国民党的这个理念 怎么讲呢 虽然不能说 有起到一些特别的作用 什么作用呢 就让整个中国国民党 就中华的因素又再增加一点 中国的因素又再增加一点 就比如说江主席和朱主席 过去其实都曾经提过反共的言论 那么当然为了要在国民党党内的选举 所以呢过去讲反共 在国民党主席选举的时候 其实这块都不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就是针对蓝营群组里面来做说明 而且呢 如果你这个完全都走反共路线的话 那么显然一部分的票 一定就会归给张亚中 所以朱主席和江主席一开始针对两岸 提的都叫做和的路线 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两岸必须要和平 这是第一次的这种所谓的靠拢 那么在第二个呢 是因为张老师的这个两岸的论述 实在是太过于强大 是非常具体 而且未来怎么规划什么的 其实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因此呢 在朱主席或者是江主席也好 也会要往张老师这边来做一部分的靠拢 所以比如说江主席他就说 未来一旦当选党主席的话 第一个呢 他也要恢复中华民国史官的教科书 那么我猜想这一点呢 如果这一次张老师没有出来参选的话 可能朱主席也不会提出这个主张 所以其实张老师的参选 他的论述跟他的理念 也能够引起朱主席跟江主席 会往本来的深蓝群组移动跟靠拢 或者是往更加的打击民进党的台独史官 来做移动 那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